好 那這個楊醫師今天特別帶了一本書 叫讀老時代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是先讀那個 熟靈生活 進步走 漫靈的書 那我邊讀邊讀 又是把我以前就有這本 又拿出來重讀一次 我發現裡面有一些跟漫靈 所講的是有互相呼應的 那他這本書主要是講說 日本有一句話叫人生到最後都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一個人就要去想 你要怎麼當一個好的老人 如果我們先不要想另一半 不管有沒有結婚 那怎麼樣獨老時代 你去迎接一個人的老後 你要把你自己打理好 什麼叫一個好的老人 就是說 一個沒老人味的老人 這個老人味不是只有先哭 包括你的行為 但是他這二十點我沒有全部接受 所以我就選其中八點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跟來賓分享 那我為了讓大家比較好記憶 我把那個位置都標出來了 就是頭的話 要笑臉長贏 這也是曼玲講的 樂觀處事 凡事正面思考 這就由頭來想嘛 嘴呢 嘴就是說常常說謝謝 洪怡大哥謝謝你邀請我二度上節目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然後手的話 學會煎蛋 你如果學會煎荷包蛋 但是這顆是好吃 不是以手為原則 是好吃 好吃的荷包蛋 那你如果是一個人七十幾歲 在過日子 你煎一顆很好吃的荷包蛋 但是很容易就上手的事情 而且有營養 你不會那麼容易熏死 不會那麼容易熏死 跟荷包蛋有關係 就是一個延伸的比喻 你如果說連煎一顆蛋都有困難 你可能一個負面的念頭會 我跟煎一顆蛋都沒辦法 冠軍事有什麼意義 然後再延伸就是到我們腰 腰的話 剛才我們台語一句小禮 金銀丁半腰 不用怕銀爪沒人燒 但是不用那麼多 有膠炎 比膠炎還多一點就好了 錢 這講錢的部分 我們要 你覺得夠用 可是有突如其來的開銷 這個也要算進去 再來就是身體 身體剛剛講說 就不要臭 不要臭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上節目 或是有人吃飯 都要先洗衛服才出門 你別說打雞之後就跑來上節目 炒給大家拼 這樣就是人很討厭的老人 是是是 聚餐也休閒 所以我很早我找到看這些 我有人吃飯都會先洗衛服 那有些人會還有 那個老人有時候讓你看看起來 他還蠻潮的 那是不是更瘦啊你 時尚老人 那就是穿茶 如果生日就更讚 頭上這個最好兩點 其中一點叫做要給人驚喜 這個人當然包括家人 譬如說曼寧今天有帶花 送給我們兩位來賓 這就是一個驚喜 就在我們心頭暖暖的 是 最後一點就是要照顧朋友 照顧朋友就是說 我們人你如果心裡要有幸福感的話 也許就是這個數量對每個人不一定 也許你有八個 十個 二十個 非常好的朋友 什麼事情都可以跟自己交心 說我們爸 通常要洗油漬的時候我就很煩 可能我就跟整個好朋友說 說說我心頭暖暖就比較輕的感覺 有朋友可以請訴 跟你分憂 然後他也許也會幫你想辦法 給你一些什麼好的建議 對 像現在我我任何一個朋友 他父母如果巴金針 我就跟他說那沒什麼 我母親已經無到開鬧都開過了 我就知道說長照的資源 什麼app可以找人 對對對 我們就能給一個資助的感覺 你個人 你個人 因為爸爸媽媽有可能要百年嘛 對 你個人在這個身體健康 你剛才財務已經說好了嘛 身體健康有什麼準備嗎 就是我一陣子沒用 沒用到太累了 我就犧牲自己 因為人的時間一定有限 對 我砍掉的是我自己運動的時間 我們太太就很重心 他就叫我量體重 他說你肚子跑出來 他說你體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要介入我的飲食 因為他很會吃 當然他吃是很好吃 但是我給他介入我就不愉快 因為你被介入 就表示你失去了某些自由 對 我都說你稍後 你給我自己自助 我比較拼命運動 像現在連續差不多兩三禮拜 我一天都運動超過一小時 我們社區有跑步機 對 踩腳踏車 還有有滑步機 我就三行交替用 帶一個iPad 放我來看電影 一邊跑步一邊看 我們就走下去 因為純粹運動真的很痛苦 對 所以我的車偷偷打輸 我這本車就跟分享說原子習慣人家 裡面教人 你就是用iPad 導力 事先我已經下載 我愛看的電影 對 以免出戲 那我再放著我一定很想再追劇 腳踏車就踩下去了 一點點就打好了 更有誘因看 是 那像這個什麼 我們很多人 牙口 牙口都變成很壞 牙缺牙 牙口不好 都沒有吃中的東西 萬人的車也有寫 就是說我們本人的標準八十歲 要有二十 二十歲 好的牙齒嘛 對 臺灣太多了 我們臺灣很多人牙齒都默默默 其實他們從年輕就是沒有照顧自己的牙齒 對 吃湯沒洗牙就睡覺 做青少年 成年的保併人 我朋友如果有保併人 我都會放他不要保 對 通常大概二十年來 都會到口腔癌 是 是 是 不洗牙是最多的 半年洗一次 很多人沒有好好洗 到診所去洗牙 健保資源不用多 但是還是很多人沒有 不過我覺得如果說要讓自己健康 或者是要知道說長輩現在到底健不健康 我們都擔擔心失能或失智 那有六個能力要同時並進會比較好 那我們都要超前部署一下 如果長輩現在已經六十五歲的話 可以下載APP 下載一個line的軟體就可以了 叫做長者六例 六個能力 那這六個能力是我們WHO 他們對老人照顧的定義 這六樣都要OK 那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你只要問完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個評分表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你可能半年以內少了三公斤 那問題可能在哪裡 水氣 那他就可能馬上告訴你說 你們家附近哪裡有亞科 他會做這個連結 所以我現在到處去分享跟演講 都會講到長者六例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長輩到底哪裡不好 你也不知道他怎麼維持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長者六例 下載之後 你幫他做也可以 他自己做也可以 他就會連接社區資源 像有的人不要憂鬱 不愛出門對不對 那你就讓他做完之後 馬上秀出來你們家附近哪裡有關懷據點 哪裡有量視力的 哪裡有看牙齒的 然後他像我們講的心力或者是肌耐力 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說 我不要讓長輩出去 因為他可能會跌倒 可是這只是可能 有一個測量的方法 12秒以內站起來坐下 5次可以的話你可以出門 12秒5次 那標準滿嚴格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對長輩的照顧 或照顧自己 有一些科學的方法 然後每天呢 12秒5次 我看你有沒有方法 可以啊 但是最好是長輩要注意 不要做這種會滑動的一次 這個是我們在判斷基礎症 在居家測試的 最好是有那個手把的 那萬一萬利他來滑倒一塊蛋糊 對 你說滑動 我滑 一秒 兩秒 三秒 四秒 五秒 九秒 沒那麼順利 可以啊 那好可以 我的招門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